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台股今天又是一个大奇迹日 因为台积电899T报到了 好台积电因为昨天两个消息 一个是实施库藏股 区间上缘1281元 市场好像有无限的想象 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边 我们的教主黄仁勋说 支持台积电涨价 好这实在太激励了 所以今天台股盘中最高有到21970 只差30点就要22000点了 栽创历史新高 怎么一夕之间 好像整个台股又热闹了起来 因为上个礼拜的此时 台股是愁云惨物的 不过今天贵买是收黑中小型股倒一片 很多人问说是不是又叫做垃圾盘呢 不过好像没有那么悲观 接下来不但台积电的展望看好 事实上还有很多的供应链 相关的族群也一并做看好 好先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K线之神 朱家宏朱老师 好朱老师之前就有规划台股的点数 等幅来测的话22600点 现在朱老师要不要调高目标呢 等一下天天看他怎么说 另外台积电这样跳空大涨 叫做倒行反转 教一下什么叫倒行反转 五月营收陆续公布很多的龙头股 其实都缴出很漂亮的升级单 那朱老师等一下用技术线型帮大家一一检视 是不是基本面也好 技术面都转强呢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产业队长张杰 张杰等一下就会告诉大家啰 为什么台积电实施库藏股的威力这么大 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实施库藏股 2022年台积电同样有宣告 买库藏股发给高阶主管 可是市场惊巧巧的 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教主加持 支持他涨价 那另外这一次AI概念股 在电脑展当中 队长觉得有一个族群深深的被低估 就是电源供应器 等一下会告诉您 为什么电源供应器在未来的AI世界中 应该是一个combat的产业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晋级风火轮艾伦 艾伦今天这个风火轮要发威了 他说台股他认为有机会到24000点 不是乱喊的 等一下艾伦会算给大家看 那当然因为今天不只台积电创高 有台积电相关的设备厂 供应链也有默默在创高的 艾伦帮大家用风火轮的概念 右侧交易的想法 挑出了一串供应链 但艾伦也有照顾大家 大家会觉得散热族群最近是怎么了 才一个礼拜 双红津天盘中一度跌破季线 从创新高到跌破季线 是一个好买点吗 艾伦帮您看一看 好首先有请朱老师 你好 今天又是很戏剧性的一天 想都没有想到 回答昨天盘中创下了1224的一个新高 好那台积电今天八九九大学长 不知道谁买的 灰机起飞 这很考验我 台股今天创下历史新高盘中是21970 所以今天朱老师觉得不只是台积电涨 其实很多的龙头股营收也很漂亮 对对 我们台股那么强 当然都是很多股票 他的获利很好 还有这个题材的前景 这个看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热情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那个三兆兰 太厉害了 对对 太厉害了 怪不怪他在 这个是世界排名 他已经是坐二望一了 超越苹果了 对对 超越苹果了 其实我们这个也很厉害 所以台积电也在排名里面 对 也在慢慢的集起直追 好 那由于灰达在创他的历史高盘 所以我们今天台股也继续的创高 那高盛喊到两万三 那两万三其实跟我那个两万两千六百盘 我有讲过 正负五 正负五趴都是都是标准的 是 好 那今天由于这个大家很容易在盘中看到 这些大型股 应该是大型股 因为占的权重也比较重 那这三个这个台积电 鸿海跟联发科 是我们现在台股的领头羊 因为这三个都是电子股 而且这三个都是这个业绩非常好 那这里有一个大地光 大概很久大家没有人去注意他了 瓶盖骨 对对对 就因为他前面真的跌得很深 但是我们等下看图也知道 他因为有个营收已经可以转枪 所以他的技术面也开始转枪 如果有兴趣的当然也是可以去追踪一下 追踪一下 好 那我们在讲台股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叫导状反转 导状反转 什么叫导状反转 他并不是常常出现的 但是如果一出现 表示这个反转的力道会很强 或者他是一个大涨走势的前兆 什么叫导状反转 就是他这个地方下跌的时候 留了一个缺口 可是后面也许一天两天 他又出现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也就是左边有一个缺口 右边有一个缺口 这样对称的这种反弹 那这种就叫导状反转 那我们也可以看他怎么样的导状反转 如果他两三天以后反转 或者是盘整时间很长 然后才跳空的 那这个样子的行情就越来越大 好 我们了解了这个导状反转 我们放到我们的大盘来 各位就可以验证 是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看这里是不是有个缺口 对 有吗 有 那这里有没有一个缺口 也有 有 这个就是导状反转 所以这个一个 一个这个跌破月线季线 一个导状反转就涨了两千多点 所以说这个反转的力道非常的强 是 那现在我们又出来一个 这个那天大跌四百点 大家都吓死了 有个跳空缺口 对 那我们就说下来大概月线可以找到支撑 所以我们也讲如果月线撑住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回档就在上升 所以今天又来一个大缺口 这个缺口更大 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导状反转 那如果以导状反转来说 我们这里一二三四五有一个礼拜的这个这个盘整 盘整的一个礼拜 然后才出的导状反转 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今天已经创历史高点了 所以后面当然任何的拉回都是多头的架构都没有改变 所以可以知道我们的大盘这个气势真的非常强 而且经过月线回档的修正 然后再上涨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KD指标又恢复黄金交叉 MACD绿柱也开始向上了 绿柱缩短 这个这两个 MACD的这两条线也要开始黄金交叉 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大凡指数 真的还有一波要往上走 好 朱老师 这一段跌了一千五百多点 这一段跌了七百多点 那现在涨两千多点 是不是可以等幅这样算 还是有什么算法 好 如果这样等幅一算不得了 要到两万四 两万四了对不对 外行人 那有没有机会 当然还是有机会 两万二过了两万两千六百嘛 那再上去就是每一千点的整数 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价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各位看这两千点也不是天天涨 当然 当然 对不对 你看这边也是回来 这边也是横盘 这边也是横盘 所以即使它会到目标 这个过程中还是来回的震荡 好 这是我们大盘 大家应该很有信心 那最重要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台积电 那台积电就是我们大盘的这个领先 一个缺口 一个缺口 创历史高点 所以任何的拉回都是做多 倒行翻转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目标看起来 也是几率非常的大 是 非常大 那鸿海今天稍微的弱一点 他开高走低 但是他还是涨的 他还是留了一个小缺口在这里 那鸿海在这边整理 如果一八六过的话 他就要到他这个 郭台铭承诺的两百 退休假 对对对 两百 那两百过可以到接近两百五 这个是周线的压力 可不可以在周线上去找到 去研究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 今天有几檔墙 是因为五月营收的关系 所以我们检视一下五月营收 这些股票就是各个类股里面 都有五月营收创高的 所以这些类股的表现 几乎今天全部 全部都是涨的 大略关我们刚刚有讲了 那这个是十九个月的高点 这几乎都是历史高点 那如果这里面有很好的标的 就是多头也完成 所以我这边也有讲 你可以拉回来 月线不破 或者拉回做多 或者前面有些压力的 那你就等压力过 那这些因为他这个五月营收创高 所以我想这个后面 还是会有一些行情 大略关很久 大家没有讨论 因为他一直都是空头 这边一直就空头 那可是他在这里上了月线 这边就打了一个多头的底 在这个地方 是 那前一阵子 再来一次测这个低点 没有过 那现在过高了 最重要 因为为什么这边不好涨 因为有个季线压着 那现在我们就很清楚 季线已经突破了 是 所以任何的回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警线 任何的回来 大家都是要反向了 就是要做多了 是 不要再想他还会破低点 因为这边他还有一个 他业绩也变好了嘛 而且要进入到他的传统旺季 对 传统旺季 他也是讲下一季 也不会比这季差 他还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呢 我们当然就做多 是 好 星象这里 这边是一个空头的压 这边是一个多头的底 是 所以基本上 他在这个区间 已经完成了多头了 是 那如果你要在这个区间做 就注意一下这个压的 1175的压力 如果不过 你也可以短线赚一个价差 那如果过了 可要把握机会了 因为这是一个大底突破 突破以后回来就继续做多 所以这些股票基本上都是跌了 然后也做了一个底部出来 那业绩又很好 所以都刚好配合嘛 有业绩有技术面 那大家就可以去锁股去追踪一下 也等于如果涨台积电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得选择 对 但其实台股有很多的龙头股 已经默默缴出好的成绩 但现行都做好了 对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 好 非常谢谢 K线之声 朱老师 谢谢 好 广告回来 我们产业队长张杰 要来好好地讲一下 到底台积电这次的库长股 128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密码呢 另外大家发现世界先进 说要去新加坡设厂 先跌后拉 这也有诀窍在里面 还有就是隐藏的AI版产业 到底是谁呢 好 这次台北国际电脑展不要忘记哦 我们赖清德总统有讲什么 要讲不能缺电哦 好 缺电缺电 大家想到的可能是重电 还有台积电 如果未来还有很多的资本支出 哦 电真的太重要了 那谁是AI的神队友 就是电源供应器 有人供电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但是先请队长帮我们讲一下咯 台积电买库长股 刚刚破题的时候有说 2022年就买过了 买的时候那时候 怎么没有人这么开心啊 现在怎么会轰动啊 对不对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台股跟着创历史新高 OK 所以内涵的人是看门道 基本上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这两次最大的差别 我们来意中求同 同中求异 第一个他买的比较多 买的比较多 第二个其实呢 重点用产业的角度 宏观的角度来看 是因为涨价 什么东西涨价 也就是说台积电 因为昨天是在这个股东会嘛 换董事长的这个股东会 他提到了几个重要的事项 例如说 他的这个核准173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然后呢 再来是先进制程先进封装 然后提到说 他觉得我们CC的这个 董事长觉得他的这个晶片 很好 这个太委屈 就是卖太便宜 还卖太便宜 因为他的毛利率 才五十几个percent 这个我们那个男的有七十八percent 所以基本上呢 他挺他这个 哪有客户在支持金元涨价 这基本上就是大力多 所以才会叫一个跳空直接到八百九十九 原因在于其实大家就错误的解读了 就是说你今天喝了豆浆 然后股票就大涨 你连续一整年都喝豆浆 这错误的归因 有可能其实股票大涨 不是因为你喝豆浆 不是因为库长股 否则每次库长股 怎么结论不一样 所以原则上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利多是 资本支出符合预期 稍微比大家觉得可能还要最高一些 第二个重点 所有的产业最在意的 就是涨ASP 金元的价格涨一点点 这个公司的获利 这个我觉得不可同日而喻 而且是客户停你涨 没有错 而且是最大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利多 当然台湾是AI的重心 台积电是AI革命的源头 所以我认为这个才是台湾真正的底气 例如说我们刚公布五月的PMI 美国是跌落五十 因为美国其实只有几个特别的强 并没有全面的复数 那台湾是直接跳六分到五十五PMI 台湾是雨露均沾 所有AI半导体 所有的供应链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台湾 跟费城半导体跟纳斯达克 基本上是一起好 所以刚刚讲那个灰基 灰基的意思 灰基 灰跟台积电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那另外当然 他其实做这件事情 是做得很好 就是说奖励员工 他把这个库长股买回来 三千多张还注销 那对于这个激励员工是好事 因为他本来就发给高阶主管 或者是一些特殊贡献的员工 那发了这些 这个所谓的选择权或是股票 可是股本就膨胀啊 股东就说生气啊 为什么股本膨胀 他就买回来 也不是说用什么左手右手 他是买回来注销 所以我觉得善待股东 善待员工 台积电做得不错 这样子 我认为落地的关键 其实电源跟散热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光宝跟台达电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说 例如说 也是龙头骨 当然达电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节目讲过很多次 那我聊一下就是说 这个这一次辉达的Black Whale 引进了鸿海 其实大家反而要 看大放小了 看大放小 对 因为辉达在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HOOPER 就H100或H200 对 他每个都要认证 因为这是划时代的一个AI伺服器 第二代之后 这个男人已经跟我们台湾 因为他也是台南人 跟我们台湾这些 张中文董事长 他们自己演讲讲 三四十年的一个Core Walking 他知道要放权了 放一些权力给广达鸿海 放一些权力给光宝台达电 因为剩下的他们去整合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进入到Black Whale 其实挑供应链 就很多小的 慢慢的有一点被市场 其实就是有点不涨了 或是被忽略 原因就是他引进大的 所以大咖越来越能玩 权力越来越大 获利会越来越好 广达毛利率跳到八 鸿海毛利率跳到六 这个都是过去几年没发生过的事 所以台达电一样扶摇而直上 那这个Open RANK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台达电本身会做机柜 拥有这个电源 他现在也找出导入就是说 我也来连散热一起来 一起来做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的解热 可以到这么多瓦 原则上先秀一下台达电的肌肉 那这个是二代的一个 郑平董事长他也提到过 其实很多部分是用在散热跟能源 散热当然已经涨过一轮了 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能源跟电源管理 所以占了这个部分 其实有六成 那四十percent的运算 我们简单用一个公式 我们先看一下台达电的一个线图 这个大户在买 那外资稍微有点买 其实以这个形态上来说 是底底高 朱老师应该也觉得现做好了吧 点头 也是年轻看朱老师的书长大 底底高 头头高 这个是标准的多头 当然碰到前高 这个可能整理一下 所以我觉得台达电 碰到前高 你稍微做区间操作 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我们带出来 会有更好的一个想法 给大家分享 这位是 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 这是我本人 既然我们郑董事长有提到 他说有六十percent 我来解释为什么 很简单 所有的能源 也就是云端的厂商 用电大户 最在意的 甚至政府 他会看这个per usage 就是PUE PUE就是所有的总用电量 在这里 Total facility的energy 全部 我们简单用六十或四十来计算 那四十是什么 四十就是所谓的IT IT equipment的energy energy不是很有名的 现在十六吨 十六吨 大家来看 这个四十 简单说就是板上钉钉 动不了的 IT设备 4奈米 挥打的晶片 你换掉挥打的晶片 基本上效能可能就少一半 所以唯一能动的就是这个 non-IT 就是non-IT的facility 那动了这个空调 能源 灯 或者是机房等等 可以省多少钱 简单说 刚刚我有一个举例 一百除以四十 你就是这个是二点五 那你用一个机房 电费两块五 然后一整年使用了这个两百一十九万的电费 如果你的PUE值 是 降到1.5 下降 对下降 简单说就是我刚刚讲的 同样的一百里面 一百你已经变成六十了 那四十是不能动的 当然你就是原本的一百 除以四十 你会发现 你从二点五降到一点五 基本上你可以省 九十几万的电 好 九十万左右 电就是钱 钱就是所有云端的生命 所以说实话 AI真正要来落地 始于晶片 我觉得真正要能够落地 就是散热跟能源 才能够完成 它们所有的一些版图 所以其实 不论是政府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伺服器厂商 大家不外一直在强调 电电电 我觉得电源管理 先把它弄好 那当然输配电这件事情 是国家的事情 那电源管理 基本上呢 缴出来的成绩单都不错 例如说这个 都是正的 年成长是正的 台湾很多相关的大厂 是的 这些我们其实稍微只是 做给大家做这个抛砖引玉 那我特别 喜欢的是这个光宝 光宝科 是的 股价在上一次 真的是跌得很惨 跌得很惨 先看股价再回来 周线你看看 哇 这一段很多人很赛心 爹不疼娘不爱 之前大家说有AI 现在又说没有AI 我给大家定调 其实是有AI 有AI 有AI 人生不悲哀 最慢等到7月 因为他7月要发一个可转债 那是听说是今年全台湾最大的案子 所以是低档发债 低档发债 哇 赵华很认真 有些人不喜欢高档发债 低档发债 基本上是好事 是 不相信我们call out给小哥 好 那他是2301 是台湾第一档 第一档 2301 是的 然后呢 这一次他在 Computex展出来的 这是什么 为了灰达 Blackwell打造的 所谓的这个 机架式的 Power Stake 就是说 简单说就是 为了GB200的 NVL72的机柜 高效电源系统 是的 可以整个解决电源 还有提高功率 还有这个所谓的散热 一吃解决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说 他其实有锈肌肉 是 那台达电当然是老大 但是我觉得一个产业里面 老大跟老二 基本上都可以受惠的 例如说去年有台光电 这个CCL台光电 开始有抖三 或者是联帽台药进来认证 其实老二老三 也都分得到一杯羹 那老二的光宝 过去瘦身 我觉得瘦得不错 那去年的获利是六块钱 所以今年 你看他能够整合 散热跟电源管理 然后呢 这个部门的营收比重 也会提高 重点是 你现在提的灯笼 都找不到这种 没有涨的AI点 我觉得一方面 他低基期 然后呢 如果你用去年的获利来算 他的股息也不错 是 所以我认为现在 先求安全 然后其实他还是有一个成长性 光宝是一个很不错的隐藏版 那当然你的电源好 电源连出去的那个线 也就是说所谓的主动式电缆AEC 这个地方你要体积要小 而且呢这个强度要够效能要够 那线速的专家就是茂莲 这个基本面很好的茂莲 今年的第一季 刚刚有秀表 赚了这个三点多块钱 他的这个第一季的绩效是 其实很赚钱的一家公司 没错 那当然有一些车用的一个部分 稍微是比较弱一点 但是他确定是 已经有很多美系客户 那再来做认证 那另外高效运算的这个部分 成长40 那虽然没有正式的确定说 打入GB200 但是目前已经有人在传说 这个限速的老大哥 也就是说他限速做得那么好 我相信很多电源管理的 或者是机柜的 甚至红海广的 他们都会来认证 这些限速 那短线上 这个已经有人 大户开始在集中 那他也是做一个 整理之后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花一条紧线过来 他算是近期 刚刚开始有量 然后有这个投信 有外资 也有大户 所以筹码上基本上 照这个筹码来判断 有可能他真的是如市场传言 有可能会进入GB200的供应链 这样子 茂林KY一直都是高获利的机优生 可是之前讲到他就会说 特斯拉概念股 电动车概念股 对 那今年车用 我们大家知道 同样的逻辑 辛苦多了 因为他第一计算赚三块多 是YOY是-11% 那还年减 红海也是啊 红海去年 大家就说电动车 对 结果电动车也还是在做 是 加了AI就有一点飞起来 茂林也是一样有电动车 他能不能加AI 给大家拭目以待 那最后就是乔威 乔威是做比较消费型 然后做比较这个所谓的品牌的 这个stand alone的 那只是说他的客户 也是有红海 然后有做这个企鹅型 最近刚好企鹅型 也是在卫上市柜 这个是中研院的技术 然后有做充电桩 那获利其实也不错 获利其实也不错 所以现行也是慢慢在纠结 所以这个今天 其实大家世界虽快新则慢 不用急着说要去追 创新高的 其实回过头来看一些 有机会 那目前底部打出来 充满也算相对干净的一些股票 好 电源供应器 本来也是我们台湾之国 大大小小的厂商都很优秀 是的 好 非常谢谢产业队长张杰 为什么台积电库藏股的上员是1281 队长说他知道哦 因为对应到明年的EPS来计算的话 这不是一个离谱的价钱 当然这不代表台积电在喊话 可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护国神山 明年的展望要很有信心才对 那如果AI持续的发展 刚刚讲了隐藏版 但是power却非常有利的就是电源供应器相关的族群 大厂台达电光宝科老大跟老二不容忽视 还有一些中小型的厂商 其实获利都非常的棒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广告回来 我们晋级风火轮艾伦要晋级到哪里去 他说台股有机会看到两万四千点 到底怎么算的不是乱算的 台积电我自己好之外 整串供应链现在趋势全面转强中哦 其实昨天美股不是挥打一个人的天下 艾斯摩尔也有大涨 那大家知道艾斯摩尔还要在台湾 继续扩他的岩巴中心啊 跟台湾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今天台积电就贡献指数343点 贵买是黑的 散户的体感温度是真的不好 还是有很多的族群已经默默在转强了 好风火轮昨天我们在东森相遇的时候 我还开玩笑说现在风火轮有点往下滚 马上倒行反转好不好 风火轮跑回来了 但是你也太乐观了吧 一口气突然看到两万四比高盛还多 一千点是没错 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我保守一点讲我个人的看法 但还是有一些理由在的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讲这个设备股 好跟这个散热 因为散热对有点往下滚 蛮惨的但也不能说他惨 因为他前面是最先动起来的 对那一直平创新高是他们 这次台积电才刚创高 但他们已经目标价很多都到了 所以这次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们的现行 好那再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就是今天台积电贡献了三百四三点 我们大盘才涨四百多点 所以基本上没有他 我们大盘基本上在平盘 对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中小型个股 今天可能感受度不是这么好 包含像昨天也是一样 昨天也是这个台积电 跟这个鸿海 对那可是其实很多中小型强势股 是杀的昏天暗地 尤其像机器人 或者是logo股 对logo股其实修正都有点重 对但是他们其实还会关注 对好那再来还有像今天联发科 也有上涨这个31点然后鸿海 然后还有这个万海 这个万海 对万海最近这个SCFI爆价 还是非常强劲 对那波动会很大 大家如果要操作 可能要有点这个心脏大科一点 好那再来还有像开发金 今天有一些贡献 这个点数的状态 好我们就来讲 为什么会看到两万四 好那首先第一个呢 是讲到这个景气讯号灯 对黄红灯了 对没错 可是呢我们这边我直接用画的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在蓝灯的时候 我们的位阶那时候刚好疫情 对所以最低到八千多 对那后面呢 一路向上喷无线QE的时候 我们到了是多少 到一万六 一万八 过新高 那这个时候蓝灯才转红灯 基本上红灯在高档震荡 大概十个月 那随后开始做一个QT 然后开始做这个 这个升息 那升息我们最低点跌到哪里 我们最低点跌到一万二 对一万两千多点 所以在这个 那个时候呢 也是呈现一波的蓝灯 大概也是连续十个月 对那这里八千到一万八 我们大概讲翻倍就好了 对所以从蓝灯到红灯嘛 对那如果从这里一万二 开始翻到红灯 那乘以二嘛 就是直接翻一倍嘛 这么直接 就是这么直接 是 报义美学就对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有人会说 景气讯号灯是个落后指标 当然不可否认 因为确实股票跟这个股价 事先走在前面 大概领先三个月到半年 对可是红灯跟蓝灯 不是说今天出现红灯 隔天或者是下个月 就会开始崩盘 对他都会在高档做震荡 或者是低档做顿化 我们讲顿化也可以 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观察方式说 也许两万是会不会到 或者是说会不会过 那更直白一点就是看这个讯号灯 什么时候进入高档红灯震荡 好几颗红灯出来 我们就要留意了 是的 所以目前才刚翻一个黄红 我会觉得就是很热 但没有热过头 对那再来我们用技术面来做一个比较直接 可能视觉上的这个想法 从这个万六七长以来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是周K 周K其实碰到十日均线 或者说我们在每个低点连出一个上升趋势线 不管是即便是上一次我们4月15号那一周 急跌1600点也是一样 碰到了这条MA10或者上升趋势线 就是拉开新格局 换言之其实从万六七长的 这一已经算三段了 对现在目前是第三段 都还是维持上升的 都还是趋势都还在 对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技术面来观察 非常简单一个方式 月线什么时候收盘价跌破 那我们的行情可能就开始做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高档思维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没有嘛 目前即便做上礼拜下跌 那其实也才稍微跌破一些武力均线而已 对所以整体的大方向而言 我个人认为这个现在趋势就在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觉性观察的方式 那刚刚是总经的 我个人的方式 好也有人说如果台积电真的1281 应该要两万五 没错我们稍微算一下 目前1281 今天收盘价在这个八百 八九九 最高点八九九 收盘八九四 好那我们大概算起来大概387点 对 387块 快钱 那乘以八嘛 对 乘以八这随便一算都是三开头了 对所以说不定 如果以他的估值来计算 当然因为台积电是占比较高 但不是全部 对可是如果台积电单纯 他就能贡献3000点的涨幅的话 那基本上也是过过去了 对也至于到两万五了 对所以我会觉得 这一段景气行情应该会是到后面之后 今年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那这个我们年底 如果还有来打人修 我们再来做验证 对再来做验证 没有出事的话也会发你 对对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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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是我对行情的看法 当然年底如果有降息 是因为景气问题 那时候可能要另当别论 是对说到这个 如果我认为了 开始降息反而会不会是一个景气的一个警讯 是啦这个要注意 真的还是要注意 不要今天很开心 大家就忘记了 是所以我觉得短线上 可能会有这个热潜力多 但是应该长时间不是好事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艾斯摩尔昨天大涨 那主要有这个交付台积电最新的EUV 然后呢这个整个今天的设备厂 也跟着台积电一起动起来 那当然指标股的指标中的指标 还是我们的这个3131 是这个红硕 今天还是涨了7%多 1210了 对没错非常的贵 就跟联发科差不多 是那再来还有像上品 今天表现也不错 有3% 那再来我们后面会讲 泰森跟这个红硕系统 那光阳科其实它不是设备厂 但是它是做这个台积电 对供应链100%供应的 那今天没有什么表现 不过题材也不错 对那这个是今天的一些 指标的设备厂 然后我们针对技术面来稍微做一些讲解 第一个是红硕 红硕其实它的走势非常的简单 就是碰到趋势线 就是给你创新高 对所以它很单纯 那如果想要做来回操作的 可能碰到这条趋势线 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介入 那再来整个主力 筹码其实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那当然外资这边也都一直在呈现买超的状态 多数都是买超的 所以这边看起来筹码相对干净 都是在大人的手上 然后这个持股也在增加 走势非常的健康 今天攻击还占回全部均线 整理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对好那再来呢 我们介绍一个稍微 这个股价乘以打一折的 股价打一折的 打一折什么意思 因为它100多块而已 刚1000多块嘛 打一折 哪里打一折 打一折的 那可能未接股价比较亲民一点 那除了之外呢 有一个比较未来性一点的 就是它独家供应台积电CPU的这个 雷射设备出样机 对所以它也有一些细光子的题材 对那再来呢 其实今年罚人估到3.5到4块 那明年估8块 那么多 所以其实估蛮多的 对那再来呢 它本益比是大概20到25 所以目标价大概看160到200 那目前今天收盘最高点来到126.5 所以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去期待 好那再来这个是一些利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形态上 形态上呢 目前啦 今天其实盘中有一个小心高出现了 可是呢股价 OK 股价呢 其实是开高走低 那会变成是它 虽然盘中有创高 但整体我会归类在 还在一个箱形 是 还在一个箱形 所以只要前低这个地方 不要去做跌破 110块 那基本上就是等着看 后面能不能再拉出一波行情了 好 对而且它前面其实打这个底部 非常的久 对 那开始在做一个发酵的时候 是 涨了大概三四天啦 大概也是拉了二三十%左右 然后开始在做一个小的箱形 这边会不会变成是一个阶梯式的上涨 后续只要110首好 我个人认为都很有机会 是 好 这个是第一档 再来第二档是红硕系统 这么巧 昨天 威良哥有提到它 但是我一时之间觉得好冷门 对它其实它的领域是台湾寡占的一个地位 那为什么讨论都很低 因为这个成交量根本就没有 没有什么成交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你看这一周以来 量基本上在持续的出大量 对 在持续出大量 那再来 这边还没有被确定 传有这个NVIDIA有采用 对 那市场有新闻有在传 这个后面要再去做验证 好 那这里它是做一个寡占的市场 你看它毛利率其实很高 这超过50%的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近期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注意的一个热门题材 应该说热门股 对那当然它股价还没有到很热门 还有就是它的大户持股让人家比较担心 对 因为你看今天这个买上来了 其实是融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 技术面它这里曾经有一个平台 对 平台 这里做一个红K的突破 对 第一个 然后后面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一跳呢把这里的前高位置 全部都跳过去了 那这里甚至也都跳过去了 所以其实它一个大的整理区间很久 在近期量开始放出来之后都去做突破 对那昨天呢其实走势很丑 昨天是涨停板 但是开高后走低超丑的上影线 但今天呢一个下沙到125碰五日均线之后 全部都涨回来 甚至是挑战昨天的前高了 那会变成是说短线上如果想去做介入的朋友 今天的最低点你可以当作短线介入的一个停存点 好 对125块 125今天最低到125 对因为今天的脚其实很漂亮了 碰五日均线 然后又是长长的下影线 对后续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好 再来呢 则是这个下一个主题 往下滚的 没错没错 滚太快了 可是太夸张了 一个多礼拜前还在创历史新高 是 对那我们今天有齐红 然后呢这个当然是最大的 那再来双红紧跟在后 那再来励志呢 这边一样 他有切入夜冷 他有切入夜冷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针对大型的来讲解技术面 双红 对最高点965 其实已经来到小摩跟麦格力 这边的目标价了 对所以这边开始有一些外资的卖超 你看外资这边都在卖 大摩高盛都站在卖房 对高盛的目标价比较高 还自己的闲头卖 OK好那只是短线上要注意 因为你第一个嘛 你这个前面这边买起来的人都在卖了 对这是第一个 短线筹码可能需要经过一些换售 那目前来说卖压是比较重的 那重这个是筹码 再来是这一个技术形态 这里我们把前面的低点都给他连起来 可以发现确实他都是跟这个红硕很像 但是跟红硕不一样的地方是 红硕他的线还在 但是他破线了 对双红这几天破线了 把五日均线到二十日均线全部都跌破 今天盘中还一度季线要失守 对还真的 所以我会觉得有人说碰季线是不是买点 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有一个小红K去占回全部均线 然后带一点量带一点量 我会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值得去参考介入的买点 因为你停顺点比较明确 那在目前你每天都出现一二三四五六 已经六七天每天都有新低点的状态之下 其实现在以右侧交易而言是不会值得去介入的 你至少先出现一个止跌不破底 对那可能碰到一些重点未接 红K还有初量 或者是吃昨天的黑K 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介入 下跌有一个初量止跌还蛮重要 没有错 所以目前看不到 只是就碰到季线而已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再等等 那当然你说以这个左侧交易而言 逢低就是买点 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思考逻辑 好 再来是高丽 高丽看起来就比较强 高丽其实还是很猛 那高丽在这边 其实在昨天也出现 其实昨天整个散热就一起崩 对一起崩 对 但是今天我们高丽稍微有反弹 两趴左右 对那当然 这边还是一个相形整理 是 稍稍有点跌破 但我觉得还算OK 那主要是这个上升趋势线 它都还在 对然后可以去注意的重点是 我们六月十四出关了 对还早 好它现在分盘二十分钟 对对对 所以它是因为这半年涨太多了 对对对 好那再来呢 其实凯基有一些目标价 其实已经达标了 505那里昂是到480 那我记得有一家 好像推到5007 对推到5007 然后元大好像是推到537 对所以这边 这里刚好到了 534还是537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个区间 所以一样都会遇到一些 目标叫到了的一个获利调节 但是呢 如果以拉长远来看的话 我觉得高丽 股价未来不会输双红旗红太多了 对所以也是一样 它目前趋势还在 对那是可以帮它打一个圈圈的 双红我可能打一个三角形 甚至XX 技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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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产业面绝对都是大圈圈 对那再来是励志 励志昨天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它的水冷被抢单 好都还没出货就被抢单 对它是传出这个消息 所以板中跌停板 对但是呢 其实大家注意 励志的水冷订单 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是对那它是跟谁合作 它是跟双红 好它跟双红合作的 对但是双红就已经讲了 我们订单就是满到爆 是所以如果励志被抢单的话 那不是就变相是说双红被抢单吗 难怪双红破季线是不是 哪有有可能对所以会变成是说 找出求手吗 这个是这样吗 这样讲好像有道理 好所以会觉得说就是市场会有一个恐慌卖压 但是冷静思考来讲的话 因为股东会双红都已经讲了 他们就是讲了 他们已经很利就是很多单了 对那跟他合作的励志 没有道理会被抢 对那也就是说 你看今天马上就反弹一个4.5% 所以大家可能情绪比较稳定一点 甚至他是少数散热今天收红的 对所以他市场上情绪比较稳定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买盘的回温 那再来技术面上跟高利一样 上升趋势线都还是健在的 都还是健在的 对对对 所以跟双红而言比起来 高利还有励志的技术形态会比较健康 对那双红右侧交易而言 可能需要再等一个更明确的止贴讯号出现 再来去做介入 好等于是说同样是散热 但其实已经分成两好两坏了 如果以刚刚举的四档例子来说 是的 好所以不如先做 形态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产业趋势你说都是大圈圈吗 是好 这边非常谢谢风火轮 艾伦 好艾伦是有讲出道理来的 为什么台股有机会看到两万四 当然我们也要记得朱老师讲的 在上涨的过程中 不会一步到位啦 中间会来来回回 但是如果大家都认同台积电是一家 会上一千元的公司 那台股到两万四 其实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喔 好广告回来 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节目 很精彩喔 因为朱老师会独家帮你扫一下 现在台股不是全面翻多喔 所有的类股图翻出来 六多六空 我们一样找多头趋势的另外曲伯来了 曲伯会告诉你 这一次电脑展 他会独家看出 谁真的有AI真技术喔 这次电脑展 是几次电脑 Blues